《心靈加油站》 歡迎大家又到《心靈加油站》的時間 不知道你會不會像我這樣 有時覺得很多事情要做 很多事情想做 又不知道做些什麼好 覺得目標太多 好像老鼠拉龜一樣 沒有手上 在這裏很想和你講一隻故事 話說有一個年輕人 他也是有很多很偉大的目標 不知道怎樣著手 有人就跟他說 你要去找一些智者 很有智慧的人 他就會告訴你 在朋友建議之下 他去了一個山丘 見到一個智者 智者正在看書 年輕人就問他 我好煩啊 很多目標啊 不知道要做什麼 智者就說 你幫我先燒滾水 一看煲 很大的煲 看到旁邊的爐又很小 智者就跟他說 你自己要收拾柴 他就去收拾了一閘的柴 進來 自然就點火 燒 結果出現什麼情形呢 煲這麼大 柴這麼小 沒多久 柴都燒光了 煲滾水 就依然沒有滾 然後他就問過智者 智者說你想辦法 他又走出去 然後就拿一大菌的柴進來 找了一整天才拿到很大菌的柴進來 放進去煲 煲一下煲一下煲一下 慢慢煲一下煲一下 結果怎樣呢 沒錯了 真的有一壺滾水了 不過這個時候智者就問他 嗯 如果你沒有那麼多柴 你又要一壺滾水 你可以做些什麼 你想不想到呢 啊 這個年輕人想到 他就知道 就把那壺滾水 滿滿的滾水 倒這樣一點就可以了 那麼智者說 沒錯 你現在要做的 你目標好多 但是你的柴又不夠 你體力又不夠 是不是精神又不夠 做不到那麼多目標 你最重要呢 就是要把你那壺滾水 倒這樣一點去 那就容易一點滾 那麼 那麼年輕人就 簡直就明白了 就發覺到 我們要做的事 有很多不同層次的目標 但是我自己經常都覺得呢 要找一件事叫做Core 核心價值 和我們核心價值 類近的目標 可能我很想學跳踢塔舞的 我也很想學畫畫的 但是我核心價值的目標呢 是我覺得要對香港的家庭 做一些正能量的事 那麼這些TikTok舞啊 畫畫啊這些呢 有時間呢 我都會做 但是最緊要是那個核心的目標 你清晰了之後呢 你就開始想一下 如果是的話 我可以從什麼途徑去學習呢 關於這方面的東西呢 你可以去讀書 有些年輕人說 我沒有錢讀書啊 那麼看書啦 上網學啦 拜師傅啦 都可以的 找些人聊聊天 我覺得呢 定過目標清晰之後呢 我們就從不同的渠道去學習 我很多謝呢 有一位師傅曾經這樣跟我說 她說 難以你這麼喜歡看書 嗯 你又未必有時間出去 讀這麼多的學位 趁著你年輕的時候 就為自己 儲一個很好的resourceful 很多資源的書架 那我怎麼儲呢 她說 你關心那些題目 你如果關心兩性成長的 親子的 父女的 靈性的 就開始儲那些書 她甚至跟我說 你如果要儲一個作者的書 她可以儲完 你喜歡她的書 就把她的書來看 那你就變成了 那方面的專家 我們在這個電腦旁邊 看著這個節目的 你可能有很多目標的 不過聽完這個故事之後 希望你把水倒一點 然後焦點對準一點 那你那壺水呢 就很快可以滾的了